按理檔裡面找到這個全省邮局地址點ZIP 下載之後的話呢我是建議是放在D碟啦 當然你放在別的磁碟也可以啦 只是說你的路徑就可能會是 我現在是D碼號斜線 那如果你放別的地方的話你就是別的地方 你上面可以點一下你可以把這個路徑複製 貼過去也OK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剛剛的這個開檔跟斜檔 其實最重要是這個這個叫路徑 member.tst 不過理論上其實前面應該有個絕對路徑 就是說前面理論上應該要加這個D碼號斜線 有沒有然後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斜線 這應該是反斜線才對 斜線是另外一邊 理論上應該是加這個 這個叫絕對路徑 OK 不過呢理論上 我們之前前面有講過那個 所謂的那個拖曳資源 拖曳資源裡面的話一樣有反斜線 所以理論上這個地方應該是要這樣子 兩個斜線 這邊要兩個斜線 它才會是正確的 有沒有就拖曳資源 因為你如果一個斜線它可能沒辦法辨識 到底你是城市裡面的還是字串裡面它搞不清楚 所以喔 可是問題來了這個這個路徑喔 假如一直一直兩個反斜線其實也蠻麻的 你要改很多地方 所以你那個路徑很長你要好幾個 所以有個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不想要改那個後面一直反斜線變兩個的話 簡單的方法就是前面加個小R也可以喔 OK所以這個是一個小技巧 也就是說如果你加個小R 所以以後你看到那個路徑前面加個小R 你不要覺得奇怪 這個小R的意思就是說喔 我後面那個反斜線喔 欸我就不用變兩個了 不然理論上應該是要變兩個才是比較正確的喔 好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前面是open某個檔R 然後後面跟它講說哪一種編碼方式 那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喔 要重複開啟25個檔案 並且把它寫到一個這個O.TSD的話 那這等一下該怎麼寫喔 所以呢第一個要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我要怎麼知道說 我的全審郵集地址這個目錄底下 有幾個檔案啊 欸有沒有 那我總不可能說我今天喔 用手動的方式喔 自己去打 欸三重中立台中 所以喔如果以後呢我想知道說 哪個目錄裡面有 裡面呢 這個目錄裡面有多少個檔案 最簡單的方法 好跟各位講喔 你可以用一個 這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的話喔 它已經存在在Python裡面了 只是說我們 就像前面用到那個random一樣喔 裡面有一個random range 那在OS裡面喔 有一個方法 叫做walk 這個walk喔 實際上喔 就可以 做到我們剛剛要的這個效果 欸就是什麼 把這個目錄裡面 裡面的所有喔 特別是喔 所有的檔名喔 都幫我全部叫出來 其實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不曉得你們以前沒有用過DOS 如果有用過DOS的話喔 其實像我在這邊上面打CMD 這個就是DOS 如果你在上面打CMD有沒有 它會幫你把它 跳到那個DOS模式啦 以前如果你沒有用過DOS的話 應該會用到一個語法叫DIR 然後按Enter 它會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目錄裡面的相關資料列出來 那如果說你現在要DOS裡面的什麼呢 裡面的斜線問號 他會問你哪一種模式 甚至可以把DR裡面的東西輸出 不過因為這是DOS 很多人都沒學過 所以也許我們就不用DOS 不然之前我是也有用過DOS做輸出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方法好像太麻煩了 不如用OS.work 所以我們怎麼用OS.work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怎麼樣 可以把全省郵局地址裡面 到底有多少個檔名跟副檔名幫我列出來 首先的話我跟各位講 1 我這個底下這個部分先註解掉 我們先不要看這裡 最重要是這兩行 第一行是什麼 Import OS 第二行是FOR後面的話 總共會有三個參數 特別注意這個是OS.work的固定的用法 也是OS.work後面加上他的目錄 他會返還給我們三個東西 所以特別注意 也就是因為他會返還三個東西 所以你前面一定要加三個變數 OK 那三個變數裡面的資料分別是 ROOTS DOS DIRS 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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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的話就是List 這個List的意義 指的就是說 我們目錄裡面的所有檔名跟副檔名 他會幫你把它放在這個清單裡面 所以呢 其實我們只需要什麼 在這個後面 把它加一個print 讓我知道一下 這個東西裡面是放什麼 OK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基本上寫這樣 不過請各位確定一件事 就是你的D疊底下 D疊底下是不是放這個 就是D疊底下打開 是不是 全程郵局地址是不是放這些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你結果可能會跟我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把這個地方做執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執行過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我把它放大一下 在這個裡面呢 他會突出什麼東西呢 有沒有發現 他會把 剛剛的全程郵局地址 裡面的東西有沒有 把它變成清單 他會把這個全程郵局地址 總共有25個檔案 的一個清單 通通幫你怎麼樣 快速的幫你把這些 全部都變成一個串列了 中瓜湖開頭 中瓜湖結束 然後裡面就放什麼 三重點tst 那當然呢 這邊看到是沒有 副檔名 不過你也可以把副檔名打勾 檢視裡面有個副檔名 也這邊有 所以喔 意思就是說 OS.work 它的最大用途的話 就是可以幫你把 這邊的所有檔名 吐出來之後 變成一個串列 裡面呢 就是檔名 副檔名 豆點 下一個 檔名 副檔名 豆點 換下一個 也是25個檔 通通都吐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還蠻好用的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用的方法喔 主要是這個 list 1 它會幫我把 檔名 副檔名 放在這裡 那你想說 老師那前面這個 drs 跟這個root 什麼意思喔 其實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很簡單啦 如果你想要知道裡面 到底放哪一個很簡單 你就乾脆什麼 print 把這個root 把這個root 有沒有 把它放過來 比較好 然後這個drs的話 如果你想知道 你就把這個drs 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drs 好 那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這一個 就是剛剛的嘛 那root是什麼呢 root 就是 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喔 其實root 就是指的是這個啦 所以 root等於是 它就在幫你把 這一串 這個文字 就是 2到root裡面去 那drs裡面放什麼 你會發現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為什麼 我跟各位講一下喔 這個drs 指的就是說 在這個目錄裡面 有幾個目錄存在 那因為裡面沒有目錄嘛 所以它就會是空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按右鍵 新增 資料夾 01好了 如果你有 再 新增 我簡單 新增兩個 01 02 那如果 假設我增加兩個 之後 我再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在這邊 就多什麼 01 02了 ok 而且它好像 輸出的結果 會變成這樣 這邊一個 那drs裡面 好像又 又多了這些東西 一個空的 然後又多這個一個 多 所以它其實 除了說 01 02之外 底下還多一些東西 不過理論上這個當然 你也可以 假設以後 如果你是在 裡面很多目錄裡面 還要再做其他的存取的話 那還可以用到drs 不過理論上 我們目前其實不需要 所以其實主要是用到哪一個 用到這個list1就可以了 那假如說我已經 得到了25個檔案的檔名喔 欸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一個一個打開 然後並且合併成為 偶點tst 就是全部合併成一個檔案呢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先練習一下 如何把這個檔 這個某一個目錄裡面的檔名跟副檔名 分別把它列出來 試一下喔 先練習一下